他在留学的时候有没有遇见过傻逼啊 你知道当一个台湾人风轻云烂的在你面前的人跟你说吗? 哈喽大家好我是巴九 最近中国要实施全网路自媒体前台实名制了 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社交平台上 例如什么微博啊小红书抖音上面都有一个IP位置 对不对 你在北京的IP就会显示北京 在河南就是河南 在美国就是美国 那近期还会针对创作者加入自己的法定名字在上面 所以我们以后就会看到这个人在北京 然后他叫什么什么什么法定的名字 OK我们看这个大V他就说啦 这些大V的真实名字就要在一集页面前台显示啦 粉丝就可以知道自己关注的大V 究竟是男是女 是现实中的谁啦 10月底前100万的粉丝自媒体号要显示真名 12月份50万的自媒体号要显示真名 10万粉丝的自媒体号在后台完成手续之后呢 会将你的前台展示你的职业 职业都要展现出来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小粉丝 在支持这条政策 当然也有一些人觉得这个大V在造谣 那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小粉丝 是非常支持实名字的对吧 我其实也非常支持贵果的实名字 因为与我不关啊 我就看你们继续互害批斗 然后在讨论这个会不会伤害到你们的话题 其实会带来给你们伤害 看你们笑话我就高兴了 真的你看你们破防我就高兴了 我来收一下粉丝支持的逻辑 因为中国网路上太多卖产 装穷骗他人爱心 相信我们台湾人自从上市的Jack事件之后 应该有所见识了吧 在中国这叫做常态 基于以下这几点 粉红们都会支持党的政策 而中共它真正要整治的风气 并不是所谓的卖产 装穷骗他人爱心 也不是要整治Jack 而是当一些事件爆发之后 谁敢拍片揭露我中共 谁敢再曝光一次巴海铁链链女 谁敢再说河北淹水是错的 今天发生了什么医疗事件 然后今天有一个医疗博主的大V 他名字什么都显示出来了 他敢讲话吗 即便是他用一个虚拟人物的VTuber 他也是要显示真实名字的 他敢真的去揭露中共吗 我们可以看到 之前没有这个政策的时候 曝光了巴海铁链女 曝光事件的那个人至今下落不明 他的号没了 你就知道了嘛 你中共也认为巴海铁链女 这些人是错的 那为什么曝光这件事情的人被消失 因为你给中共找麻烦了 引起全球的一个效益 我要解决啊 是我把你给办了 这就是中国的统治的逻辑 所以以后谁敢在网路上 所谓的阴阳怪系 讽刺我中共或是圣上 这才是中共现在要实行的这个的目的 其他那些什么 我要打卖蟬 我要打假 我要打这个骗爱心的 那都只是附带的价值 它并不是中共出台这个政策的主要原因 但你说粉红不知道吗 他们肯定知道啊 毕竟他们生活在这种国家体制之下 但多数的粉红是没有遭受铁拳的毒打 他们认为只要自己不去抗争 就不会被中共找麻烦 所以他们会支持这条政策 我只能说啊 铁拳到你身上是早晚的事情而已 而且我绝对跟你们粉红站在一起 支持这条政策 因为不影响我台湾人 现在流行所谓的VTuber或是AI说书对吧 那这些人以后也要实名字耶 我真的会笑死 那这样还叫VTuber吗 还叫AI说书吗 我们可以从另外一点观察到 我们统计过过去这么多年 社会实证领域 央视和省级媒体的流量一直占比80%以上 但这两年确实大幅下降了 再叠下去对媒体跟自媒体都是不好的 一觉起来看到大批的人在注销和逃离社交媒体 这是某种意义上的赛博逃亡 已经没有别处可去了 感觉大家都很吉普赛人啊 所以我也说过啦 自从特色管理之后 粉红的比例真的是有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减少 清醒人的比例也是有在增加的 我们不要说这个清醒的程度到什么 我尊重台湾的选择 可能还没到这个地步啦 但是有在慢慢的看开 学而代之的都是中共培养的网军跟网警 其实这些我们从留言跟他成立的这个帐号时间 都可以看得出来 非常好笑 那抖音上跟小红书上 我们也常常见到一些爱国网红啊 在那边爱党爱国 结果翻车被痛骂对吧 这在以前是非常少见的一个情况 央视跟省级媒体都减少了这个 非常多的观看比例 那可见大家没有像以前这么信任央视跟省级媒体的对吧 那当然关于是否前台实名制会实施呢 这一切中共还没有正式公布啦 我们就来看10月底或是11月初 是否真的会有这条政策吧 反正中共的任何政策都是来了又急又快 说干就干 完全没有依法行政的程序 也没有预告期对不对 那近期啊 一个我觉得很荒唐的事情 9月份在中国出版了一个新书叫做 就是噢干我被中共封杀了 怎么可能 他写说是印刷问题 我蛮好奇的就是出版了一个多月 然后你说是印刷问题这种低级的错误 但是非常多的中国网民都认为这是政治原因 圣上可能最近发现了这本书 要求下架 我们看到这本书的宣传写什么 昏招连连步步错 越是勤政越亡国 而这个陈巫彤作者在今年5月31号去世 那他里面从这个财经啊 经济啊 党征啊 军事啊 用人角度 为财适用角度 带大家来看一下崇祯皇帝是如何走上亡国之路的 OK 那这个陈巫彤非常好玩啊 他在文革时期的时候 大力批判孔子 打倒孔梦 然后现在他自己出版的这本书啊 被打倒 我们去年也说过 圣上的处境啊 跟明末的崇祯有非常多相似之处对吧 上来就换掉前朝的官与换 所谓的大力改革 都是徒劳啊 换成自己的人上来之后呢 提拔自己的人上来之后呢 你还不是不信任自己的人 你还不是把自己的入狱 格子或是杀掉 你看那个外长 国防部长还有解放军 高层的火箭军那些官员去哪 啊 导致无人可用 可用之人啊 不敢再办军 其实也不能全怪崇祯的错啦 他只是加速了明帝国的灭亡 当然还有他自身个性的问题 那因为我们现在有上帝视角 对吧 所以我们来看 会觉得都是崇祯的错 但我觉得 但我觉得错 不全在他身上啦 那大明驾到他手上的时候 已经是一艘随时会沉没的船 你真的换谁 当时救 我觉得救起来的几率 真的都不高耶 10%可能都没有耶 这是这个国家体制有问题 你今天即便换上了 什么一代明君 没有用 这个体制已经烂掉了 已经腐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了 已经癌症末期了 你换一个名医也是没有用了 那最大的问题啊 当然还是这个 长期以来 五六十年 甚至几百年以来的这种高官啊 跟士生以及底层的压榨 当然啦 很多人都说 这个是魏忠贤的问题 但我觉得不全然是魏忠贤的问题 东陵党真是更大的问题 东陵党 掏空国家最大的问题 他比所谓的魏忠贤还 还坏上不知道几千倍 最后啊 内忧外患嘛 那当然这些高官士生 他们对于黄太奇或是李志诚 谁来统治我 我没有差 只要谁能确保我贪污来的财产啊 我就支持谁 即便是最后北京没有失守 假使哈 这也对于那些高官跟士生没差 我继续贪嘛 反正这三个人当皇帝 都不影响我贪污嘛 因为我不是皇帝嘛 继续贪 所以 相信圣上他自己也清楚 现在中共交到他手上的时候 已经是虚的了 胡温时代已经借款借光光 把家底都败光了 那当然圣上自己也有自己个性的问题 他也加速了与欧美的脱钩啦 那中共又不可能实行民主 继续经济改革开放下去 就是民主 就是又一场八九六四 我现在能怎么样 走道车走道退路啊 我相信那些老干部肯定也是知道的 而他们没有否定圣上的做法 如果不做中共倒台的时间会更快 反正现在这个死缺啊 是落在圣上的手中 那影片的最后带大家来看一下 有一个爱国留学生痛骂台湾人的影片 他在留学的时候有没有遇见过傻逼啊 你知道当一个台湾人 风轻云淡的在你面前 跟你说 嗯 你知道日本真的有想好好建设台湾哦 我理解啊 就是他还要跟我解释 他还要跟我解释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们先被这个国家殖民 又被那个国家殖民 然后最后日本来的时候 有把我们建铁路 建房子 人家还有好 有想好好建设我们 日本那条狗嘛 对 更欺人的是什么 是他还跟我说 你知道其实真正的孔子儒家思想 保留的最好的是台湾 日本 韩国 好像有人是在说 我是想怎么同化他还是怎么样 我没入意啊 因为我就随便批好了意 我根本没有好吧 那天早上出门之前的话 我就已经很明确的跟他说了 咱俩都是平等老百姓 这事咱俩是讨论不出结果来的 就不要提这个事好了 不要提 就大家都还可以是好朋友 就没有关系 就不提就没事了 行吗 因为这不是咱们能解决的问题啊 你解得了吗 能讨论出结果来吗 这是那些领导人 我觉得是那些 是吧 就是出不可及的那些人 应该去解决的这么一个事情 不是我们 我们就过好自己的生活就行了 那我连我妈的想法都改变不了 我不可能会去想要去改变她的 里面完全可以看到 民主国家人的思维 跟杰权国家人的思维不一样 我们是平等老百姓 我们小老百姓 我们没有能力 你没有能力 你还在那边爱党爱国个什么劲啊 我们民主国家的人有能力 只要我们运用媒体 我们运用我们的力量 去说服更多的人 来支持我们自己支持的价值观 跟支持的政党 我们就有能力 是你没能力 你不要觉得我们台湾人没能力 你觉得非常好笑 拼了了 北讯 今天当你们中国14亿的人 哪怕有7亿8亿 同意了 哦 我们要民主 我们要跟圣上讨论想法 你们的体制 就会往这边走 就是你们怂 你们闹 你们不敢 哦对 我就是这样直接呛你 谁叫你在里面这样呛我们台湾人 笑死人了 日本建设台湾 这是盯在历史板上的事实啊 水库还有什么医院 还有这个生活质量 生活品质 还有这个铁路 很多很多 还有体制 都是日本带来的没有错啊 这是事实啊 这跟我们舔不舔有什么关系吗 中国的学校医院还不是洋人带来的 那你把这个事实说出来 我说 哦干 你在牧羊犬 你在讲什么 这个就是所谓的立场战队 我不管他有没有对你做好 你讲出来 你就是谁谁谁的狗 你要不要先把中国北京的 那个清华大学给炸了 那是美国人的 那是美国人盖的 那是美国人的钱 美国人投资你的 炸了 而且你们中国 现在跟日本借款的 建设 盖高楼大厦那些房子 你还没还款 把那些日本借来的钱 盖的房 全炸了 日本虽然二战的时候 作恶多端 但他也有在建设 包含所谓的东北地区 我没有说功过可以相抵 日本总结是 那个时候是坏了 但我们现在在论 日本有没有在建设这个地区 有嘛 这可以分开来看的嘛 出国留学了还这么脑贪 真的是 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 我不想记得 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8.9 下期见了 拜